在俄中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之际 吉林省文化代表团一行来到友好邻邦俄罗斯 举办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吉林省人民政府 中俄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2017感知中国俄罗斯行吉林文化周活动 2017感知中国俄罗斯行吉林文化周活动于当地时间10月23号15点 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 这是吉林文化周第三次登陆俄罗斯 第七次代表国家项目赴海外进行文化交流和形象推广 吉林文化周是我省打造的一个面向东北亚国家和欧美国家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项目 自2011年以来已在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国家成功举办 让到访国民众进一步了解吉林 增进了吉林与到访国民众的友谊和情感 这次呢我们吉林文化周来到莫斯科 目的就要通过文化的交流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交往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精彩吉林摄影展和长影首绘电影海报展前 观众们纷纷拿出相机和手机 记录着吉林美丽的自然风光 多彩的传统文化 书画家袁桂海 年画艺术家高静 简纸艺术家严雪林的现场创作 成为整场展览的点睛之笔 此次展出的简纸年画书法绘画作品共计50件 将吉林大帝美轮美奂的地域风情 与浓郁淳朴的民族风俗 呈现在大众面前 通过这些绘画 简纸书法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吉林文化 此外 几版图书海外推介 吉林电影展映 吉林图书角揭幕等活动 也在本次吉林文化周期间举办 当地时间10月23号晚上 由吉林省京剧院创作排演的 大型神话京剧《大闹天宫》在莫斯科上演 美猴王孙悟空精美的扮相活灵活现 舞动的金箍棒上下翻飞 令人眼花缭乱 台下观众掌声如潮 作为文化周活动的重头戏 京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在异国他乡赢得了满堂贺彩 京剧的表演形式和演员的服装和面貌 带给我焕然一新的体验 今天带着孩子来一块欣赏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当地时间10月26号相约聂瓦河畔共吟文学经典 中俄经典诗歌朗诵会气氛热烈 场面火爆 当幽州采歌 陈子郎 前不见无人 后不见白驰 厌天际之悠悠 独穿上而替下 活动中俄罗斯学生用汉语朗诵中国古代诗词 而中国学生则用俄语朗诵俄著名诗人的剧作 不仅展示了中俄经典诗歌最精彩最绚烂的华章 也表达了中俄青少年学生对两国灿烂诗歌文化的热爱 我们非常欢迎在这里举办吉林文化周活动 我们计划在学生中进一步推广经典的汉语诗词 同时进行中国电影展映 通过播放俄文版的中国电影 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